而副总统赖清德14号的下午来到了吉安的原民市集 同时和吉安乡长游淑珍一起发放市集的消费券 赖清德除了亲自逛摊位也购买了农产品 而原住民的热情也让副总统是笑开怀 副总统赖清德14号下午前往吉安原民市集 一下车受到原住民朋友热情欢迎 并且和吉安乡长游淑珍一起发放市集消费券 赖清德在乡长游淑珍陪同之下 了解了原民摊乡各项农产品 原住民的热情也让副总统笑开怀 吉安乡镇表现出非常团结而且非常欢乐的气氛 今天很高兴来到吉安乡 的确我在总统舞的时候 我就听到吉安乡是一个快乐的乡镇 因为在油乡长的带领之下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团结 而且油乡长选定在我们部落丰收之后 特别来办这个快乐的市集黄昏市集 而且我还知道他还要发放消费券 哇 我说这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今天来看果然迷不见虚传 那么大家都非常快乐 村长都到了 而且部落的头目也都到了 部落的妇女也都到了 部队的妇女也到了 大家应该给一个热烈的掌声给油乡长 还有乡长的团队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吉安乡跟乡长一起发放消费券 一起享受这个快乐的市集的气氛 当现场学生会也来到现场去 跟副总统赖青的台上对话 让大家笑声无断 因为我们去年成立了有机促进办公室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保种 而保种除了原住民的食物以外 我们很多的植物都需要保种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有看了算 哇 太好了 不仅仅有植物需要保种 现在少此话 副总统 这个正会再给您报告一下 我们好像在开播一样直播 都一直有在直播 目前吉安圆明市集 从10月24号到11月22号市云印期间 会在市集发放200张 面额50块钱的消费券 每个星期六日更额外加码到400张 也欢迎乡亲可以前往支持在地产业 让自己也可以带动吉安丰收幸福有感 借刘明顺吉安相报道 小看